有沒有出現過 所以後來我們有一個黑名單篩選 那個也是 很快的可以幫我找到 比如說這個黑名單 這個Email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 有 他就會給你出現 至少1 一次的話 表示就黑名單裡面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繼續來看那個綜合練習1 這個範例 主要呢 我們可以順便來學習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如何 錄之聚集 也就是說 當你 前面我們都是自己寫程式啦 但是有些實在是程式太冗長了 然後呢你也不知道從哪邊開始寫起 那有什麼方式但是我又希望說 我做個動作 可以把它錄下來 以後的話把它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呢 他就把我剛剛做的所有的動作全部都重複做過一遍 那其實大概就基本上 達到我預先想的要求 那慢慢的 我再來去了解 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其實 錄製劇集的好處就是說 有一些程式你不會寫的話 他會透過錄製劇集 告訴你怎麼寫 那你只要把錄製的東西 也許寫到你的VBA 跟VBA做個搭配的話 有時候有些效果就可以寫得出來 因為有些可能你暫時還沒寫 還沒學到 不會寫那怎麼辦 錄下就知道了 所以所有的程式語言裡面 大概沒有像VBA這麼方便的 會自己幫你寫程式的 大概就VBA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 學會 錄製劇集 但是錄製劇集 有一些訣竅的 你不能亂錄 有些人一直錄 錄半天 發現好像 越錄越糟糕 不知道錄了什麼東西 而且錄錯了 他也全部錄進去了 那怎麼辦 該山也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所以特別注意 一般錄製劇集之前 你最好先彩排過 因為錄製嘛 就跟 開始 進攝影棚 就是要開始錄影 你就開始錄了 如果錄錯了怎麼辦 就NG嘛 NG怎麼樣 再重來嘛 就這樣 所以最好你先彩排過 把那個流程演練過 再開始錄 基本上就比較沒問題 那錄錯了 要不就重新來過 要不你功力夠的話 以後怎麼樣 從那個錄錯地方 再開始錄 然後把前面那段 跟後面那段接在一起 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前提是 你可能要有一定的經驗 你就知道 其實可以 接的 因為他錄下來的東西 也是VBA OK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把題目看一下 並且 把這個題目 練習檔在這裡 成績計算表 先打開來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都一樣的工作表 把他 統計出來 放在這邊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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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